繼續來看 講到這個 中華市英露街頂流行家庫的改則 除了公佈門一直推出新的價位以外 還有民間團體 透過企業的方式 讓英露街人插插插 中華管議員黃千彥 就探到管議會總之順的時候 要求管政府 要讓管民清楚知道公佈門 到底為了這些流行家庫改則 做了什麼事情 中華市英露街過去有過到日 上進進去到這部的中華人都知道 不過這二十多年來 英露街一直溜溜下去 公佈門跟民間團體很努力 提出價位的辦法 但是在民眾算是很少 這永樂街在我們這個年紀 就是永遠記得 就是最繁華的那個時候 沒有忘記 很多還是都覺得永樂街 在我們的過程 回憶裡面是代表的一種 不是只是一個夜市 怎麼樣去透過一些平台 讓民眾知道說可以好奇 出來走走 那我們也做了什麼 我們也準備好了 是不是我們也請清發出來 台南永樂街這一塊現在目前的發展 經濟的然後也有外面生活經驗的人 在裡面打造他們的創業夢想 那接下來我們十月的一系列的一個 永樂回來季的相關活動 今天不管你在台北再成功 你還是N型神人 我們未來的常委規劃有請很多在旅外的N型神人一起回來 還有在地的清創也一起來參加這個街區生活節 讓大家看到創意會流 關於完黃千燕共調 如果英六街 中華市的中情爭也未必經過 真希望能把過去的企業找回來 需要一點時間上心一定最高 大眾新聞 中山中華 蔡航博登